儿子吃酒是吧 对 儿子在干嘛呢 读书 儿子现在因为跟他生气 也下来了 也不读书了 跟他生什么气啊 因为他老喝酒嘛 回来他老作嘛 不让孩子睡觉 孩子学习一天 本来就挺累的 然后他不让我睡觉 也不让孩子睡觉 你说这样子能行吗 他老说孩子 你跟我一点都不近 也不跟我聊天 也不跟我唠唠嗑啥的 你就这样子 你说孩子 他说孩子跟他没共同语言 能有共同语言吗 一天呼叫蛮馋的 不是 你喝完酒回来 为什么不让他们睡觉 是要跟他们聊天是吗 我就想跟他们唠唠嗑嗑 他俩都不勒我 喝完酒 喝完一斤白酒 回家跟人聊天 聊什么呢 聊了嗑很正常的 不是 今天你来是要干嘛 我来吧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 其实我不想放弃这种感情 看出来了 因为他以前对我特别的好 我就想要那个老师们帮我 把曾经最喜欢的 给我重新换回来 就曾经这男人对你特别好 对 特别爱你 是吗 对 把我放在心上 除了父母孩子 我是他心中的第一位 但你现在都不一样了 也就是说 从他开始不能干活了 身体不好了 就变了 是吗 对 就特别焦躁 我怎么哄他 怎么说他都不信 孩子现在也不读书了 孩子也不读书了 也出去打工去了 就因为跟他父亲生气 对 因为我负担太重了 他还得吃药 我还喝酒 我还抽烟 孩子觉得我太累 然后就出去打工去了 嗯 嗯